针对巴西古当金金河污染事件 我国多个政府部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受影响地区位于柔佛河的脊水区 因此本地的水工不受影响 为了安全起见 污名岛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 即日起暂停所有的海上活动 记者吴良祥报道 民防部队和国家环境局正密切关注 柔佛巴西古当金金河发生化学物质泄露一事 并与同马国当局取得联系 以了解事件最新进展 为我国东北部的污名岛和德光岛 最靠近遭化学废料污染的金金河 在污名岛上生活或工作的有100多人 也有一家外展训练中心 德光岛附近则有一家渔场 排泄的量过大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废油 会飘到污名岛或者德光岛 所以渔场的业者可以做好一些预防的措施 比如阻挡那个废油的漂移 用这个浮动的屏障 在这个时期我觉得公众就是 最好避免去海中游泳 农粮局正同渔场合作监控情况 确保没有出现鱼儿死亡或任何异常情况 民防部队环境局和公用事业局 目前没发现本地的空气素质和水质 有任何异常 包括废油释放的化学物质 本和甲烷 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自这个月6号起 一直处在良好到适中水平 当局会继续留意情况 并在有任何重大进展时 发布最新消息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